大家好,我是河斗 本期给你们介绍的是由现年89岁高龄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指导并主演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罗子》 故事开始 我们的男主老爹是个寒战的退伍老兵 回来之后沉迷于田园种植业 其实就是种点黄花菜之类的 东西不错呢,大家都还挺喜欢 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网购方便又便宜 机器种植的大农场主早就占领了市场 老爹的那一亩三分地根本就经营不下去 睡觉不起,连房子都保不住 无路可去的他想起来 今天是孙女的订婚礼 直奔过去,其实他是真的无路可去 虽然有老伴,有女儿,有小孙女 之前也说了的 老爹年轻的时候沉迷于种植事业 完全没有时间顾及到家人 全家人就除了小孙女跟他亲一点 其他人几乎跟他断绝了关系 这不大吵了一架,老爹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可此时,人群中的一个墨西哥小矮哥 一眼就相中了老爹 给了他一张名片 如果你想当司机挣点钱就打这个电话 他现在是无路可去啊,还真需要钱 不管你什么工作,反正他一个快90的人呢 还怕你骗他不拆 直接就按照地址找过去了 这里外表看似是轮胎店 里面那几个一看就不是善良之人啊 墨西哥文森兄弟二话不说 就打算拆车装货 老爹不乐意了 说好的送货,你拆车作甚 我们当然知道是运送毒品的啊 但是老爹是个沉迷于种地事业 脱离实在的老顽固 他哪知道送的是什么 按照要求到达目的地之后呢 把车钥匙留在车上 然后出去溜达个个把小时 回来之后上车离开 佣金自会放在车上 老爹车开了一辈子 到处送农产品 一身一张罚的都没有吃过 稳的一批啊 这么简单完全没有拦度啊 背上货就这么开往墨西哥了 一路长途跋涉 按照要求不锁车 出去溜达回来还真就拉了一大笔钱 这可比种地赚钱多了 早知道谁还去种地啊 有钱了稍作打扮 赶紧去参加小孙女的婚礼 之前曾承诺过要承担婚礼的酒水钱 这次呢也在老伴面前长了脸 其实老爹已经有所悔过了 自己确实没有尽好父亲和丈夫的责任 这次呢也是想修复一下家庭关系 从头开始做人 从新开始的第一步 当然就是先把房子给赎回来了 可钱还不是很够 先换辆车再说 老爹开着新买的皮卡 再次来到轮胎厂 开始他第二次送货 当然了家庆就熟 还跟那边借货的人给混熟了 房子输回来了 但他那个老兵俱乐部呢 也面临经费问题被驱逐 那些都是他当年的老战友了 老爹几十年来都跟这里的人一起相互安慰 一起玩耍 看来这次他又要为他们再去送一次货 这次货比前两次更多 老爹也有点好奇了 到底是送的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 也不让看 中途停下车了 这一看不得了 这是毒品啊 不过第三次运货有金无险 佣金果然成倍增加 没有任何悬念 在老爹的赞助下 老兵俱乐部再次重新开张 所有老兵欢聚于此 唱了一首老爹之歌 一起感谢老爹对纪录部做出的贡献 往后的日子里 老爹运的货一次比一次多 而他的大名也逐渐的飘进了警方的视线 根据极毒探员小浣熊现任的回报 墨西哥大毒销的运毒方式 就是雇用很多人分批来运 一点一点的蚂蚁八夹 这些运毒的人统称为骡子 但他们警察还并不知道 骡子原来都是一些连接大的 这当然就更加不容易引起警察的注意了 而老爹是个名声雀起的新骡子 虽然刚来不久 但是运货量是别人的几倍十几倍 稳如狗 独小老大很看好他 这不今天运了个大货 独小老大让自己的心腹手下大胡子 跟着去压货 这才知道老爹这一路欢快的狠 你别看他后备箱放着200公斤毒品 连路遇到什么抛锚的 依然热心上去帮忙 有时候顺路上还顺便去见见老战友 晚上消息依然不忘点几个小姐 帮扶妇女在就业拉动雷徐 果然带货老司机啊 大胡子都傻眼啊 之前谁跟我说这老头谨慎稳的一批的 虽然一切不按计划来 但货安全送到就完事儿 墨西哥大毒枭那边呢也默许了他这种方式 这种野路子啊还比较安全 接下来送货就更加自由自在了 老爹是吃着雪糕听着流行音乐 继续送着巨量的货 大胡子这两人全天后跟着三个人呢也就渐渐的熟悉起来 老爹开始带他们吃路上的美食 偶尔警察来盘问帮他两人结围 对于运货老爹是有仁有余的 这毒枭老大呢也情不自禁的想见见这位传奇老司机 趁这批货正好送到老爹呢就被马仔他们带到了毒枭老大的侯宅 两人相谈甚欢 为表感谢老大专程叫两个火辣的妹子 好好地伺候伺候老爹 希望你们轻易一点 毕竟他是快90的人了 有什么事让我一个人来扛 毒枭老大他们呢也是刀口填血 这一步刚转身就被手下牛仔哥给杀了 夺了拳 显然牛仔哥成了这里的新老大 生意当然是要继续做了 但是他跟之前的毒枭老大是不一样的 以后再运货必须规规矩矩 一切听直立 而且牛仔哥让他自己的三个心腹 顶替了之前的大胡子 来做监督 大胡子是没办法 只能忍其吞声 警方这边根据卧底摸来的线索 也确认了罗子的行进路线 罗子那么多 当然要抓就抓最大的那个 极毒探员的注意力 全部都放在了老爹身上 以致运毒的是一辆黑色的货车 今夜会在某个汽车旅馆逗留 小坏熊带着一群警察 直接就追过去 根据排查 住在这里的威猛大汉 一看就不像是善良之人 正打算过去探探底 就碰到老爹出门 双方还闲聊了一会儿 警探当然是不会想到 真正运毒的罗子 正是眼前的老爹啊 结果小浣熊 当然是徒劳误果 抓错了人呢 第二天 老爹跟小浣熊 又在餐厅偶遇 两个人又聊起来 这小浣熊啊 天天抓贩毒 也是个顾不上家庭的大帮人 老爹触景深情 回想起自己年轻那会儿 为了工作也没顾上家庭 很后悔 劝告了他几句 就转身离开 深藏公余名 什么叫吻的一批 就是刚刚跟 极毒警察聊了半天人生 转头就驾驶 装了几百公斤毒品的车离开 这就叫吻的一批 路上突然小孙女的 一通电话打来 原来呀 老爹的老伴 突然不行了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希望老爹赶回来 看一看 也许是最后一眼 但是老爹为难啊 毒枭老大换人了 警告不按指令行事就是死 现在走了还不死瞧瞧 不过老爹一生都把家人放在了第二尾 他早就后悔了这一切 这次他不顾任何后果 直奔回家 陪着老伴 眼看着老伴病情越来越重 他呢也很好奇 你是怎么突然这么有钱的 怎么赚到的 老爹不得不告诉他真相 老伴肯定是不信了 所以老爹打算说出真正的实话 这毒枭那边还不气炸了 带着他们几百公斤的货消失了 这还不整个黑道通缉 手下那群马仔们呢沿着必经之路的大街小巷搜寻 短信无数电话打爆 但老爹依然没有回复 一直陪伴着老伴直至去世 参加完葬礼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了 女儿呢也重新接纳了老爹 邀请他参加几天后的感恩节 老爹只能暂时答应 因为他心里清楚 恐怕这次他是真的没办法赴约了 虽然老爹脱离时代 顽固又喜欢用自己的那套生活法则 但他那套生活法则就是自己做的事 自己负责 所以他坚定的回到原先的路线上 打算继续完成任务 马仔呢很快发现了他一通老权伺候 他们准备在这次送完货之后 杀了老爹一了百两 警探那边呢也沿路空手了一个星期 再次得到卧底过来的线索 骡子继续按路线送货 赶紧布局抓人呢 路口前后各有卡口 天上还有直升机 老爹一看这情况肯定是无路可逃了 只能停下车投降伏法 这一转过头 让极度警探小欢雄惊讶不已啊 竟然就是之前在旅馆两次见面 还好心提醒自己家人第一的人生导师 两人心里是各有滋味啊 最终老爹当然是被告上了法庭 律师本想以老爹连事已高 退伍后没有公正的待遇 被人利用运毒来脱罪的 但是老爹决定在法庭承担一切 承认是自己的意愿去运的毒 虽然他这一辈子没做对过什么 也没有做好过家庭的角色 没有什么大的志向 没有为谁拼搏过 但他那辈子的人 认一个死道理 那就是自己做错的事 一定要自己承担 最终的最终 老爹被关进了监狱 但好在发挥了他种植才能 种上了油菜花 给监狱里带来了一抹鲜艳的色彩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一生获奖无数 早期主演的幻野大飘客三部曲 重新定义了西部片 之后还被改成了同名游戏 你肯定听问过 导演的电影我们熟悉的有 老爷车 百万美元宝贝 美国狙击手 父辈的旗帜等等 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 最佳影片奖 三次获得美国金球奖 最佳导演奖 嘎拉电影节 金马车奖 终身成就奖等等等等 我这就说几个大家熟的 其他的要是全列出来 比我电影解说时间还长 本片是他在88岁高龄的时候 自导自演 想一想我们 别说88岁拍电影了 68岁下个象棋 都要中场休息半天 用我们普通人的视角来说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一生 就跟开了挂一样 我卢本尾没有开挂 本片中饰演老爹的女儿的 也是克林特老爹 在现实中的亲生女儿 电影的很多台词 似乎也是克林特老爹 对自己家庭生活的总结 他一辈子拍戏倒戏 也同样忽视了家庭 错过了和家人一个又一个的节日 总而言之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是我非常喜欢的导演 他的影片的重点 从来都不在火爆刺激的场面上 也没有构思绝妙的巧合 他故事里的人和事 看起来就像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小人物 和他们身上发生的事 既真实又可信 虽然我们还期待他能继续拍下去 但是以老爷子现在的年龄来说 真的怕是每出一步 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步 所以大家好好珍惜吧 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看老爷子的高分剧情篇 老爷车和百万美元宝贝的结束 如果本篇投币过两万 我就开始制作了 投出你们手中的硬币 告诉我你的选择吧 我是恶斗 一个故事清晰的讲述者 龙缩电影精华又不失他本来的魅力 没时间看电影 我来给你弥补遗憾 但要小心关注 你可能会因此而上瘾 关注恶斗的微信公众号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视频的更新 偶尔有语音闲聊电影和生活 还有恶斗的工作花絮 扫描它 你会不舍得分享它